蔡英文向来不乐见台湾民众登陆交流 但是高调公开禁止民众参加大陆某个活动还是首次 江教授他们到底在怕什么呢 与其说怕什么不如说基于选举的考量 很清楚2020的选举人的领导 这一次一定是以两岸作为主軸 对蔡英文来说他已经没有牌可以打 为什么这一次蔡英文跟他的执政团队 会有这种高调禁止台湾民众登陆的做法 这个做法就是草船借鉴 简单的说他希望能够升高这种两岸的紧张态势 最好进入大陆 那大陆发生一种比较重大的言语 或者是更重大的措施 那这个等于就对蔡英文来说是最大的一种助选 也就是说他在助选在经济上 在其他层面上发散可乘 可是如果把大陆拉进来当最好的助选人的话 方式最好就是进入大陆 让大陆讲一些比较重的话 或者一些比较升高层级的这种行动 那基本上这都是拿台湾人的安全 生命福祉做开玩笑了 当人肉盾牌嘛 你看大陆又把他打台湾人了 可是问题是他等于是完全为了巩固自己而已 第二个 现在他自己的深律这一块的支持者 严重地流失到赖清德这边去了 这个方式如果拉回来的话 不无小捕 所以于公于私大小通知 这是现在蔡英文打的算盘 但问题是 你用围堵的方式 两岸真的围堵得住吗 围堵不住嘛 你看那个大鱼的爸爸 最后告诉各位名字 他叫滚 两岸之间就像交流一样 那个水流交流一样 你用围堵最后就是溃蹄 溃蹄最后是大家受伤 一定要疏导 让他正常的交流 实在是开大门走大道 两岸之间就有开大门走大道 才能够正常交往 更加的深刻巩固深化 乱竹高墙最后就是溃蹄 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我说未来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蔡英文继续用竹高墙的方式 去防止两岸之间的交流 未来蔡英文的命运 就会跟大宇他老爸一样 从两岸当中 从历史当中滚